这是断天牙学会幻剑之后 首次利用幻剑对敌 幻剑不愧是扶桑最强的剑法 竟然一剑秒杀了柳生石兵卫 就在一柱香前 柳生石兵卫在棉狂四郎常吃的野果上 下了无色无味的曼陀罗花毒 这种剧毒会阻塞经脉 让人发狂而亡 卑鄙 棉狂前辈 只要你答应授我幻剑新诀 我就给你解药去活命 妄想 棉狂四郎认为柳生石兵卫心术不正 命死也不愿意传授他幻剑新诀 恼羞成怒的柳生石兵卫动了杀意 一把掐住棉狂四郎的脖子 幸好断天牙及时赶到 打退了柳生石兵卫 为了夺取解药救治棉狂四郎 断天牙出手攻向了柳生石兵卫 仅仅不过是两招 就将柳生石兵卫打倒在地 柳生石兵卫自知不是对手 起身往远处逃去 结果被悬崖给拦住了去路 断天牙也在这时追了上来 承诺只要柳生石兵卫交出解药 他就可以饶柳生石兵卫一命 你要在这里 有本事来拿呀 你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真是你逼我的 丧心病狂的柳生石兵卫 直接倒掉了曼陀罗花毒的解药 彻底断绝了棉狂四郎的生机 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断天牙为了替棉狂四郎报仇 用出了小城境界的幻剑 一剑将柳生石兵卫中伤 由于断天牙答应过棉狂四郎 不能用幻剑杀扶桑人 因此断天牙收起了日本长剑 拿出了铁胆神猴给他的金刚软剑 断天牙一剑杀死了柳生石兵卫 柳生石兵卫的尸体落下了悬崖 随后断天牙回到竹林 见到了完全毒发的棉狂四郎 棉狂四郎蹊跷流血 曼陀花毒侵入他的五脏六腑 已经到了发狂的边缘 为了能够体面地死去 年狂四郎要断天牙杀了他 杀了我 师父 你忍着点 年狂四郎见断天牙不肯动手 果断选择了自我了断 一代宗师就此草率地死去 两个时辰后 柳生弹马手发现柳生石兵卫失踪 派遣徒弟井上前去寻找 井上顺着打斗的痕迹 找到了柳生石兵卫的尸体 将尸体带回了柳生家 柳生弹马手检查柳生石兵卫的尸体 发现伤口又细又薄 应当是中土的金刚软件所伤 因此柳生弹马手推断 凶手一定是一个中原人 得知凶手可能是断天牙 柳生弹马手立刻命令井上 前去一鹤道场要人 一鹤派与柳生家本就面和心不合 如今井上带人来者不善 直接加大了两派冲突 两派弟子当即大胆出手 与此同时断天牙将白天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给了一鹤五藏 一鹤五藏虽然忌惮流生但马手 却并不打算交出断天牙 他现身阻止了两派激斗 一口咬定龙泽一郎是扶桑人 怼了井上牙口无言 灰溜溜地带人离去 事后一鹤五藏找到断天牙 要断天牙尽快动身离开扶桑 回到中原寻求铁胆神侯的庇护 一鹤派的势力远不如柳生家 一旦发生冲突会有灭绝道统的危机 因此一鹤五藏无法庇佑断天牙 只能与他画清楚界限 催促他赶快离开扶桑 而断天牙的心中放不下柳生雪姬 他想要带柳生雪姬一起返回中原 柳生雪姬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 明知道断天牙杀了自己的大哥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断天牙离开 可惜柳生但马首有所察觉 带领大队人马追上了两人